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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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印一下 我们在这里这个地址都放进来了 对吧 那么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用的时候是这么用的 先把那个utils加载进来 utils加载进来 就这个 加载utilscript src加载gs下面的utils 这个不用说了 很简单 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写什么呢 utils当中 utils当中 有一个叫做load image 对吧 然后把这个刚才的array 就是我们放进这个地址数组 是不是啊 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上 然后再把这个callback 就是我们将来我们获得所有加载完成以后的函数 填在第二个 这个函数是什么 就是所有图片都加载完成了 它就会出行这个函数 听清楚吗 这个函数是什么 所有所有图片加载完成 所有所有 数组中 所有图片 加载完成 就会调用callback 这个函数 函数名自己随便起来 你叫abcdef 叫张三里四王马都行 知道吧 它就会调用这个 我在这调用的时候是把这个图片干什么 在地址是不是打印了一下 就是这个作用 好 这就写完了 就是写完了 搞错了 哪里 啊 这里 少一个 this 点 this 点 好 这里 这里 我们改成 you do 点 load hander 然后 再重新实行一下 翻转 下载完了 所有图片 这个函数除了可以用这个图片加载 我还可以用别的图片加载 例如说 这里 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 icon1 到icon10 我们来利用它加载一下 你看我仍然用这个 这代码都不需要改 直接 i等于一个 i等于一个1 i小于一个11 i++ 做循环 做一个数组 vr array 等于空数组 array的地址 array.push push i call 点斜杠 点斜杠 image下面的 i call 0 i call 加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i 是不是 但是这个i有一个注意的问题 i如果小于大于多少 大于9 i如果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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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它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前导0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否则的话 就直接返回一个i 这样明白吗 三元放入五 再加上一个 点什么呢 png 点png 是不是我就把这个图片放进去了 后来直接执行这个函数 就把所有图片加载进来了 看 啊 那 啊 这个youtils 我们就有那个 没有的一个方法 可以预加载所有我们指定数字当图片 并且 图片名可以无所谓 啥图片名都行 你有和没有 有这个叫left 有那个叫right 有那个叫别的名称 无所谓 都往这个数字里扔 只要扔到数字里 所有的数字图片 全定夹在数字 就是这 先背过 先背过 后面我们再讲 先背过 后面再讲 啊 因为前面那个好容易理解的 大家能努力理解 能做出来 后面这个呢 我们再再去再去变化 啊 OK 这个就是预加载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里的几个 几个内容 几个内容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说 这个网页换出 就是换背景色 不管它了 简易年历 这个我们也说过了是吧 自动登陆勾选 这玩意 还不好勾选吧 自动选中就可以了是吧 点击按钮换图片 好像上个礼拜都贵了吧 还记得吗 那个轮播图 早期那个轮播图啊 第一版的轮播图啊 第二个Table切换案例 就是那个 跟那个没啥区别 Table Table就是我们那个 上面这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上回来给大家说了 网易里面 那个位置吗 那就是 还是那个图片 按钮切换图片 扩展那QQ延时提示框 我还不知道啥是QO延时提示框 但是我估计是这样 就是过一会儿 啪弹出了提示框 或者是是不是就是底下这个 这个啪弹出一个 登陆延时框 隔一隔一秒钟以后 这个有一个DIV 这个DIV往上移动一点 不就行了吗 对吧 往上移动就行了 好 那么第二个第二周的所有内容就讲完了 我本身还想再给大家布置点作业 但是琢磨琢磨 别布置了 就这些了 就这些了啊 这些作业做完 这些作业做完 然后那个剩余的时间 我们就要复习啊 把前面第一周的内容别忘完了 还要复习 这一周我们学了挺多内容的 第一个我们学了什么 数组 字符串 还有什么 数学方法 Number方法 还有 时间 日期时间 是吧 学了Sight Indoor Sight Time Out 对吧 而我们还学了 什么东西 Dumb Dumb 这些东西啊 都是这周学了 学了东西挺多 要记东西也挺多 上百个东西呢 加下很多东西都需要背 这些东西呢 都需要大家不断的复习复习啊 上周学了东西简单 这周其实也是简单 都是概念的 下周 我们还是一个背的周 下周要背的东西更多 下周要学什么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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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堆东西要背 再下来我们要学习正则表达是 正则背 然后再下 再下面我们要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面向对象基础 也是好多东西要记的 所以下周内容也是记忆为主 到下周 一周 我们没有要配合东西了 下周还有个ES6 下周我们就没有要背的东西了 下周我们就没有要背的东西了 第四周我们就没背东西了 为啥呀 第四周就是把前三周学过所有东西 大融合自案例 我告诉大家啊 大家这个咱们这个课程啊 现在我因为是这个月我是带单班的 还好给大家能同出剩余时间 今天能给大家再讲慢一点 多讲 所以呢 你们也要多记多背 别老等我 如果是讲双班 我这刚一下课人就走了 你们这一个自习课都不会见到我了 那你想想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咱现在讲的我已经放慢脚步了 很多代码就完全不一样 给你 因为我们那个好久课不允许公开了 给你们看好久的那个代码 要讲的今天都已经讲了半天好久了 好多东西都讲完了 他们一样是得记呀 你们也要也得记呀 好像谁脑子比谁好到哪去了 信息是我们都得查公布记就可以了 其次你千万不要跟你旁边人跟谁比较 人家有厉害的呢 我也不敢比较 我要到到到中国 或到世界上哪 人家开发者大会我往那一钻 我给人家写代码 我跟人家能比吗 不能比 人家那个人家写那个啥 写那个那个那个算法 呀就觉得可好了 人家那个数学学的就可好了 亏就亏在我那时候没有上个研究生 没有读个数学专业 亏大了 想一想你就知道 为啥人家读了那些东西人家都会 咱没读咱都不会 我后来买了好多书 我也是大专学生 我大专呢不是本科 我不是本科 我大专跟大家大专不一样 为啥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大专呀 那年代是很难考的 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是包分配的 那时候大学是集中木桥的 就是不是说我多少分以上收 是整个省一共收多少人 你就考的成绩再早不收你 就这么简单 对啊 有人你也能上 我们那时候考试就这样 所以我也是个大专生 我也没有上本科 也没有再进去学历 那时候人家跟我说 你去考个本科吧 你考个本科你将来啥都好 我就没听到这样 可绝了那时候 跟大家一样 思想特别 我觉得我的人生我做主 凭什么你给我做主啊 你不想考吗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主 然后后来 我女儿要上学了 求爷爷告奶奶 能不能办下扶口呢 不行 找人家问 那一年我找人家问 我想办个北京扶口多少钱 我哥们他妈是在公安部的 是在公安部的 然后我问他 他妈跟我说 现在办个户口也不便宜 得八万块钱 那一年是零八年 零八年 我当时啊 就心里总了 八万块钱 就为了户口 不办了 现在 直到北京 八十 你给三百万人家 给你能办得下来吗 办不下来 明白吗 我后来我女儿要上学 我要去办户口 我找人家办户口 我说我要办个户口 然后人家 什么文凭 大专门 大专门 你去想办户口 你都多大了 还做那么办户口呢 大专门 三十五周岁以上 不允许办 哪里 北京不用想 外地 先 天津 没写 办不下来 那时候我已经超三十五了 卷得很 卷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 所以 这个毕业证很重要 我后来呢 我觉得我是学程序的 那我得学学那些数学吧 我后来就把本科的 这个高数一些内容数学 专业的一些书 我就买回家看 天天学 天天也没人跟我讲啊 网上查资料也查不着啊 有的时候男的我都头疼 那段时间头发 哗哗的往上掉 头上就出现班图你知道吧 知道什么叫班图吧 就是那个头发一块一块缺 一个圆的 后来我干脆就理光了 没办法呀 就是人家在学数学那哪费劲呢 学完了以后 我才看到旁边还有比我更牛的人 人家那数学学的好 人家学专业数学专业 人家是博士生 数学专业不是什么 那算法算得很溜 我还跟人家说 你这个怎么想的呢 最后我才知道不能跟人家比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位角度 你就把你眼前事情做好做熟就行了 所以我写代码就帮我代码写好写熟就行了 我写代码写到最后就是只管敲代码 你也就喜欢我写了 你也不喜欢我写了 你也不喜欢我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